之前一段时间有一条新闻 说到就是福州的一个学校 为了防蛇特地养了鹅 两只鹅保安每天大摇大摆地走在校园中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大家询问后才知道 之所以养鹅是担心学校里面有蛇 养鹅防蛇 蛇还能怕一只家禽鹅吗 大家都听过农村三霸吧 除了鸡和狗之外就是大鹅了 很多在农村生活过的人 应该都有被大鹅指在屁股后面跑的经历吧 事实上就连三霸里面的另外两霸 甚至也会怕鹅 它们究竟是一种什么动物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大诗人苏氏就曾经说过 鹅不光可以防止盗贼 有看家的本领 它们的粪便甚至可以杀死靠近的蛇 所以只要有大鹅出没的地方 很少能看到蛇的身影 除此之外 民间也有很多这样的说法 他们说农村房檐上经常会有蛇出现 但若是上面的蛇听到大鹅嘎嘎的叫声 就会吓得全身发抖 直接从高处掉下来 而一旦掉下来 它们就会失去行动的能力 就连爬行都非常困难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 它们说但若是蛇沾到了大鹅的粪便 那么它们的蛇皮就会立马烂掉 所以要是看到哪有蛇出没 那么只要养上一只大鹅 那么附近的蛇都会害怕地逃跑 蛇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比较畏惧的一种生物 它们冷冰冰的身体 仿佛自带恐怖氛围 而且其中的很多种类都有很强的毒性 所以人们只见到它们就会相当谨慎害怕 以防遭到它们的攻击 那大鹅为什么不怕 毒蛇天敌出现了 为什么说有鹅的地方没有毒蛇 鹅分真能杀蛇吗 农村三霸之一的大鹅平时霸道惯了 所以即便是遇上了蛇类 它们也没有发出的时候 反而对方见到它们 先被吓到屁滚尿流 在家禽界 大鹅的攻击力基本上没有人会质疑 它们生性好斗 并且字典上没有怕字 只要谁敢招惹它们 那必须就是死磕到底 一定要把仇报了 才能一解它们的心中之气 另外因为它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所以很多人会将它们用作看家护院 值得一提的是 和大多数的动物不同 它们的领地并不是一块固定的地方 而是会随着自己的移动 意思就是我走到哪儿 哪儿就是我的领地 相当霸气 除此之外 作为看家护院的一把好手 它们的听觉相当敏锐 所以一旦有陌生的物体 出现在它们的周围 它们就会聚集起来 同时发出相当高的叫声 以吓退这些靠近的动物 有时候更是会主动发起攻击 伸着长长的脖子使劲拙 还会用自己的会啄咬对方 大鹅虽然没有牙齿 但它们会边缘的锯齿状结构 完全可以在嚼碎食物 或者刀人的时候 害上用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被它们刀过之后 会痛的撕心裂肺的原因之一了 所以即便蛇的动作再轻 再隐蔽 大鹅也能听到它们的声音 因为它们较大的体型 和长长的脖子 可以帮助它们阻碍蛇的靠近 所以这些入侵的蛇 不但很难靠近大鹅 反而还会被它们锯齿状的会攻击 再加上它们极具穿透力的警告声 人类很快也会到来 这对蛇也很有震慑作用 毒蛇天敌出现了 为什么说有鹅的地方没有毒蛇 鹅粪真能杀蛇吗 首先可以看出蛇确实是怕鹅的 至于之前说的鹅粪能杀死 蛇又是真的假的呢 这种说法有什么科学依据吗 有人说鹅粪具有可以腐蚀蛇皮的作用 这是真的吗 根据对鹅粪成分的检验 人们发现 它们的粪便中的成分 其实和其他的家禽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基本上就是一些未消化的食物 以及水和一些微量元素 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自身的羽毛和蛋壳之类的动物 所以仅靠这些物质具有腐蚀性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但它们的粪便中 还有一种东西 可能是唯一可以影响到蛇的 就是一种叫做引包子虫的寄生虫 这种寄生虫可能导致腹泻病 而且最主要的是 它们不光会感染一些哺乳动物 蛇类等动物也有可能中招 对于哺乳动物来说 它们可以被消化系统就消灭掉 都可能对于蛇类等一些爬行动物来说 感染上这种寄生虫就相当麻烦了 蛇类在被感染后 腹部就会快速膨胀 之后肚子就会不断被撑大 最后导致死亡 而且因为这种寄生虫的生存能力也相当强 所以即便是极端的条件下 它们也能生存好几个月 很难被杀死 但蛇其实没道理能察觉到鹅分中的寄生虫 非常微小的寄生虫并没有味道 所以其实蛇会躲避鹅分 大概率是因为它们对于刺激性的气味比较敏感 以及单纯害怕大鹅的攻击罢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